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自己研发创意越南菜 好滋味很快在当地产开 传统的越南米粉汤 这一档 对 内心的和客人介绍越南的美食 对李嘉兴来说不只是一份工作 还有一份他对家乡的情怀 从越南来台湾已经12年的李嘉兴 刚来时对台湾的食物很不习惯 那时候我会很想家乡的味道 还有想很多就是亲戚朋友 因为我们家来这边都没有什么亲戚 只有老公是最亲的人而已 从事装潢的先生经济并不稳定 加上婆婆的身体健康一年不如一年 让李嘉兴有了自己开店的念头 为了煮出道地的南越风味 李嘉兴常常打电话回家和妈妈讨论食谱 甚至研发创意料理 而店里的好滋味 很快地在宜兰当地建立起小小的知名度 以前我们刚开始是修四天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客人觉得太长修了 所以有时候来都试不到 所以他说你可不可以修少一点 即使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 但那份飘洋过海的思念 仍然伴随着李嘉兴的每一道餐点 化成独特的新移民美味 让常过的人久久不能忘怀